好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泰哥的公安课 这个是咱们CharmCNN的第四节 我们来今天主要讲一下OSI的下四层 那在讲下四层之前 咱们先来对这个OSI和TCPIP来做个回顾 就是大家要记住什么叫协议 什么叫协议 什么叫协议债 这个协议就是规则 老络中的任何东西 咱们都是有规则的 比如说你一个双脚线 对吧 你里面是有八根线心 两两脚在一起 这是什么 这是规则 你得这么来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交换机能作为接入设备 路由器不能 这也是规则 是吧 你一个应用 你所产生的这个数据 咱们名字叫载盒 这个也叫规则 然后包括这个载盒 咱们不能直接发送 这些都是规则 对吧 我们通过IP地址 来标识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 这也叫规则 咱们拿端口号 来标识网络中的每一个应用 这也叫规则 那接下来规则是用谁定的呢 通常是有一些标准化组织 对吧 那其中呢 咱们有两大比较经典的标准化组织 一个叫ISO 对吧 叫国际标准化组织 它定义了OSI 这个是曾经的协议战的王者 然后接下来 咱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厉害的 叫IETF 结合IEEE 那他们俩主要是咱们TCPIP协议战的这么一个制定者 一个是老王者 一个是新王者 那当然这个什么 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对吧 前浪死在沙滩上 那这个OSI呢 就被我们的TCPIP给拍死了 那当然虽然被拍死了 但是它在划分咱们协议的这么一个 对吧 模型的时候在划分这个层次的时候 它划分的比较细 它把网络的各式各样的 这些协议分成了七块 七类 我们充分掉七层 比较细嘛 方便咱们用 方便咱们学 那所以说虽然咱们现在在OSI 就是在我们当前网络环境中 你见不到所谓的OSI的协议 但是咱们在研究网络通信的时候 在研究网络运作的时候 我们会基于这个OSI的分层标准 来做一个网络的这么一个理解 那这就是OSI的现状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参考模型 进贡参考 那这边团的关于这个协议站 再来回顾一下 我希望大家没有忘记 对吧 OSI七层 哪七层 应用层 表示层 绘画层 传输层 网络层 数据链用层 还有物理层 然后接下来咱们老派的TCPIP协议站 对吧 一共是四层 分别是应用层 主机到主机层 英特网层 还有网络接口层 好吧 那它们之间对应关系 我就不说了 那接下来就要注意的是 应用层干什么 应用层的协议 一般是在 内嵌在什么 内嵌在咱们应用的网络模块中 这些协议只干一件事 就是让咱们这个应用啊 能够利用咱们保链接来收发数据 应用层的协议 帮助咱们这些各式各样的应用啊 来上网 那讲的再简单一点 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应用了 这个应用你们还记得吗 谁知道这个应用叫什么名字 来知道的打出来 叫什么 对叫CRT对吧 咱们用这个软件能干嘛 能远程的登录咱们路由器和交换机对吧 好 请注意啊 你在登录路由器交换机的时候 你用的协议是Telnet或者SSH 对吧 那接下来就会发现啊 咱们这个应用在开发的时候呢 它里面就包含一个网络模块 那在这个网络模块里面呢 就包含Telnet跟SSH 这两块协议 能理解吧 这些协议就是应用层的 那接下来咱们所能见到的 一切应用程序啊 那包括咱们浏览器啊 对不对 包括咱们那些什么王者荣耀客户端啊 包括你的QQ客户端啊 你的微信客户端啊 包括咱们这个腾讯客房客户端 对吧 你会发现 基本所有应用程序啊 你里面都会包含一个网络模块 因为咱们现在呢 在开发这些应用的时候 你都是以模块化的方式来开发的 效率比较高 并且也方便咱们这个 对吧 APP迭代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在这众多模块中啊 那跟咱们网络工程师 离得最近的 就是咱们的网络模块 然后接下来网络模块里面呢 对吧 就会包含一些应用层的协议啊 这些协议帮助咱们应用啊 来上网 OK 这就是应用层的工作啊 然后接下来表示咱们干什么呢 在你应用通信之前 我们在你应用之间怎么样 来做一个协商啊 协商这些数据啊 你们双方都支持哪些格式啊 咱们协商完数据的格式之后 按照双方都能够支持的格式 来处理咱们的数据传说 那这样做的话 你不用担心啊 A发送的数据 到达B之后 你看不懂 对吧 你用担心这样的事情吗 不用啊 你能保证A发的数据 B只要能收到啊 我就能知道你发的是什么 不用担心什么乱码等等之类的 OK 这就是表示层 然后接下来绘画层干嘛呢 负责在你应用之间来建立一个连接 建立一个连接 方便什么啊 方便咱们表示层的协议来协商嘛 对不对 也方便咱们应用层的协议 帮助你应用来传数据嘛 对吧 你应用之间通信传数据 通过什么啊 通过咱们这个绘画来传递嘛 对不对 你的表示层的协议 协商双方所能支持的数据格式 也是靠这个绘画来协商嘛 对吧 下层为上层提供 那当然这三层呢 对吧 上三层啊 对于咱们TCPIP 对应的就是应用层对吧 那这上三层咱们也称为叫什么 叫操作系统层 为什么叫操作系统层呢 原因是因为这上三层的协议 咱们网络工程师一般都看不到啊 谁能看到啊 你系统工程师能看得到 你这些研发工程师 你能看得到 对吧 咱们马龙能看得到 对吧 你在开发新应用的时候 你要开发这些网络模块的内容 对吧 那这个网络模块里面包含哪些内容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协议嘛 对不对 你的应用层的协议啊 表示层的协议啊 绘画层的协议啊 都在网络模块中了 那所以说在哪能找这些协议啊 你们如果能读懂咱们操作系统的底层代码 如果说你们能读懂咱们应用程序的底层代码 你会发现在咱们的应用程序中 对吧 在咱们的操作系统中啊 你的网络模块里面 就会包含这些协议啊 那跟咱们网络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没有什么乱关系 那没有关系 原因是什么呢 给大家解读一下 你要想啊 咱们绘画层写一部的什么 负责在你通信的两个应用之间来建立一个连接 我也说过啊 网络中的一个连接 对吧 应用到应用之间的 我们就称为叫绘画 那大家想咱们怎样能建立这个绘画 你们来思考一下问题啊 咱们怎样能建立这个绘画 是有条件的吧 对不对 首先咱们这两台原木主机 怎样能找对方吧 对不对 比如说假设咱们主机A 咱们主机A通过Internet 连接到咱们的主机B 好吧 那这个时候A小跟B通信 对吧 你得要在A的应用跟B的应用之间啊 来建立一个连接 假如说你们要聊QQ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 你QQ之间要建立一个绘画 你QQ得要有个标识符吧 对不对 这个标识符虽然咱们现在你知道了 叫端口号吧 当然这个端口号的东西是由上三层协议定的吗 不是啊 对不对 他们不负责 那接下来你除了QQ需要有端口号以外 你的主机是不是需要标识啊 对不对 那别怕咱们主机有IP地址 那这个IP地址是上三层协议定的吗 没有啊 也不是啊 那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没有下层协议支持啊 你上三层协议 根本就没法用 对吧 你想通过绘画层的协议在两个应用之间啊 建立一个绘画前提是 你这两个应用啊 不要有标识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这两台主机也需要有标识符 能理解吧 咱们不要有地址来标识你主机 咱们不要有端口啊 来标识你的应用 那接下来对吧 谁制定了端口 这就是咱们上几课的重点了 上几课咱们讲什么 传输层 可以吧 请注意啊 下四层啊 是咱们网络工程师啊 贴的比较近的层 因为这下四层就考虑到了咱们数据到底该怎么传输了 可以吧 就比如说了 你想上三层运作 你得下层先提供什么 支撑嘛 因为我们说了 OSI这七层之间关系是什么 是下层为上层提供服务嘛 对不对 你上层协议想要工作前提是什么 是你下层协议得要先能工作 如果你下层协议都不能工作 你上层协议不就是空中楼阁吗 你怎么工作 你根本没啥工作 对吧 那所以说了 为了保证咱们绘画层的协议能够在应用之间建立连接 对吧 你原目通信的两个应用 能够怎么样 找到彼此啊 怎么找到彼此呢 你得先有定位 对不对 你得先有定位 咱们应用本身需要有标识符 咱们主机本身也需要标识符 对吧 应用的标识符谁来定啊 传输层来定 对吧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主机的标识符啊 咱们网络层和数据列录层来定 对吧 然后最后呢 咱们这个物理层就比较打酵油了 因为物理层 它不会对你数据之间的这么一个传输啊 起到任何转化作用 不会给你加爆头 不会给你减爆头 它只是把你对吧 添加完爆头的这个数据帧啊 转换成比特 转换成这个电信号啊 光信号啊 对吧 通过你的线来发走 它只能看这个什么 对吧 那所以说了 对于网络工程而言 这个物理层相对啊 弱一些 那咱们研究物理层 更多的研究是什么 就是研究那些什么 接口的类型啊 线缆的什么尺寸啊 乱七八糟糟糟的 咱们研究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咱们 技术相关的 一般都是 第四层 第三层 和第二层 可以了 那这三层真的很重要 因为没有这三层 你两个应用之间 都找不到彼此 你都找不到彼此 拿什么来建连接啊 你连接建不了 咱们没有绘画 你怎么协商表示格式啊 你协商不了表示格式 咱们怎么通信啊 对吧 那一切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你想要通信前提是 你下四层 你要先好好的去工作 好吧 那接下来这边的话 这个传输层呢 咱们已经接会过了啊 对吧 你应用层 如果能通信的话 你应用程序 产生的数据 咱们称呼叫数据载盒 对吧 这个数据载盒 里面只包含了 咱们具体内容 对不对 没有包含咱们地址信息 没有包含咱们端口信息 那这些载盒 咱们能够直接发送吗 答案是不行的 那所以说这些载盒 在被发送之前呢 咱们得要添加爆头 对吧 得要做封装 对不对 得要变成包裹了 才能发走 那接下来咱们传输层 就定义了第一个 爆头的这么一个格式 对吧 还记不记得 咱们这说过啊 你应用所产生的数据载盒 你应用产生的数据载盒啊 通常咱们要添加什么 三个爆头啊 第一个叫爆头一 第二个叫爆头二 对吧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叫爆头三 你要添加三个爆头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数据载盒的后面怎么样 你要添加一个爆尾 对吧 这才是一个完整封装的数据 好吧 就跟你寄快递一样 你要寄个巧克力 对不对 你要把巧克力放到一个小盒子里 小盒子套一个中盒子 中盒子套一个大袋子 那就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了 那这个封装完毕之后呢 这个咱们说什么呢 我们称为叫数据针 你以针的形式发送 是没问题的 可以吧 那接下来这些爆头 咱们使用什么类型 这些爆头里面有哪些字段 设置什么值啊 这就是由下三层协议 我指的是下三层啊 就是第四层 第三层和第二层协议 由他们说的算 对吧 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传说层协议啊 主要就是规定了 对吧 你的应用产生了数据载盒 在被发送之前啊 你一定要先添加个爆头一 对吧 爆头一 你有哪些选择 对吧 然后接下来爆头一 你在用的时候 那再解读一下 所谓的面向连接指的是什么啊 就是你一个应用 哎 如果你通过TCP啊 来封装你的爆头一啊 你爆头一使用TCP爆头啊 这个爆头你使用TCP的 哎 我能够保证你数据传说的可靠性 这个可靠性主要有几点呢 主要有以下这几点啊 第一个就是信源给接收者发送数据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由于发的过快啊 导致这个拥塞啊 导致网络拥塞 导致你接收者接收数据 接收不过来 对吧 出现问题 OK 那这是靠什么啊 靠窗口来实现的吧 对不对 TCP爆头里面咱们有个窗口字段 对吧 我也说过啊 TCP怎么传说啊 你信源给接收者 得要先建立一个连接对吧 通过三次握手建立好 建立好之后啊 我给你发一段 你给我一个确认 我给你发一段 你给我一个确认 对吧 信源发送一段 能够多少次据啊 这就是接收者来决定了 接收者在给你返还确认报文的时候 里面会包含一个窗口大小 这个窗口大小 就是接收者告诉信源啊 我希望你下一次 一股呢 给我发送多少字节的数据 并且这个窗口呢 伴随咱们传说啊 你会变的 你如果说觉得对方给你传太慢了 你在回复ACK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窗口怎么样 改大一些 你如果觉得对方给你发太慢了 那下次你在回复ACK的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窗口改小一点 对吧 这个窗口随时传说啊 可以实时改变 那这个咱们称为叫 滑动窗口 对吧 就通过这个字队 你们懂的 我就能保证 你信源给接收者发送的数据啊 不会发太快 咱们总能够 良好的利用咱们带宽啊 并且也不会导致什么 不会导致咱们接收者 在接收数据的时候 出现用词 OK吗 好 那接下来可靠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信源给接收者发送数据啊 你一发 别人也不是秒收 对不对 你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啊 咱们需要 对吧 处理嘛 你需要些时间啊 那这个时间 咱们称为叫延迟啊 这个时间咱们称为叫延迟啊 OK吗 传输时间 我们称为叫延迟啊 这个叫delay啊 那这个延迟呢 是不一定的啊 对吧 你信源给接收者发送这么一段数据 好吧 发送一段数据 你先发的数据 可能后到啊 你后发的数据 可能先到 也就是说 你连续发送的这么一组数据啊 他们在网络中经历的延迟 可能是不一样的啊 有的经历的延迟大 有的经历的延迟小啊 那这个咱们称什么呢 这个咱们称为叫抖动啊 这个咱们称为叫抖动 这个叫吉他 也是个专业术语啊 所谓的抖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信源连续给接收者发送多段数据啊 这连续的多段数据啊 在传输过程中 他们经历的延迟不连续啊 先发的延迟大一些 后到了 后发的延迟小一些 先到了 那TCP呢 不夸这个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TCP传递的每个数据啊 都有序列号 对不对 我都有序列号 我通过序列号 你接收者收到的数据 哪怕是乱序的啊 要不要紧啊 其实根本不要紧 对不对 根本不要紧 我能够根据你的序列号 从小到大会快去 对吧 第一 我不怕你乱讯 第二 你这些数据 有有序列号 对吧 你发送数据 可是连续的嘛 我通过这个序列号 还能够进步判断啊 你信员给我发的数据 是不是都到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发现就是 你给我发的有少啊 漏了一些 我可以通过什么 确认报文来告诉你 那怎么告诉你啊 就是通过这个 确认号这个数据啊 对不对 比如我给你发送了三个 序列号 一二三的报文 你如果都收到了 你为了告诉我 你都收到了 你在给我返还 确认报文的时候 你的确认报文里面的 确认位就是四 对吧 我给你发一二三 你给我回个四 对不对 我给你发个四五六 你给我回个七 我给你发个七八九 你给我回个十 对吧 如果我给你发的数据 你都收到了 那你在给我回复 确认报文的时候 你的确认报文中的 确认位啊 它的值啊 总会比我之前发送的 最大序列号报文的 序列号的值啊 还有大一 OK吧 那通过这个 我就能够知道啊 我之前给你发的 你都收到了 那当然如果说 我给你发的报文 你没有收到啊 你给我的确认报文中 这个确认号 就不是这样的了 对不对 我给你发了一二三 比如说丢了二 对不对 那你给我发送的 确认报文里面 确认号是几啊 就是二 我给你发了四五六 丢了五 那你给我返还的 确认报文啊 里面确认位 它就是五 能理解吗 丢了哪个 确认报文 就是丢失的 对吧 那个报文的 确认号的值 OK吧 这就是 关于确认号 确认号的 这么一个配合 那你通过 这两个字段配合 那简直太厉害了 你通过他们的配合 信源能够 时时刻刻的知道 我给接收者发的数据 它有没有好好收 有没有收到 如果收到了 那就好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发 如果没有收到怎么办 没有收到的话 也无所谓啊 我给你重传吧 TCP 具备重传的 这么一个机制 好吧 那接下来什么情况下 我还要给你重传呢 还有种可能啊 就是给你发送的数据 你收到了 收到归收到 但是呢 你通过检查什么 效应和你发现啊 这个数据 你收到的跟信源 对吧 所发送的 不一样 我在发送过程中怎么样 我在发送的过程中 可能被篡改了 可能冲突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接收者是能够确认这一点的 我如果确认了 我也会告诉你信源 你给我发的报文有问题 对吧 请你给我重新发一次 那这个靠什么 这个靠教验和吗 对不对 靠教验和 我信源 成数据之前呢 我会针对咱们的载核 针对咱们的传说同报头啊 来做一个 散例计算嘛 对吧 得抽乱码 乱码放在 教验和字段 然后呢 给你接收者发布啊 你接收者收到数据之后呢 你得针对载核 针对咱们报头啊 再来一次 什么一个靠眼和字的计算 对吧 你自己计算出一串乱码 来对比这个靠眼和字段 所携带的乱码 看看两个乱码 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 代表你给我发的数据啊 经过这么长时间传说 没有发生过变化 对吧 那你给我发的 我就接收了 那如果说 对吧 不一致啊 对不对 如果不一致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吧 就是代表这个传输过程中啊 要么怎么样被篡改了嘛 要么就是 对吧 发生冲突了 反正总而言之 这种不一致的报围 咱们是不会接收的 好吧 这就是TCP 我干的事情 OK 那接下来UDP呢 相对的 对吧 他什么都干不了 因为他是个无连接协议嘛 你这个无连接协议 任何应用 如果使用UDP啊 来封装咱们的报头一 对不对 你确实也能传说啊 但是 对吧 能不能到 不能确定 对不对 会不会乱序 他也不管 丢包了 咱们也没有能力什么 给你重传 然后接下来 虽然它里面包含一个教验盒算啊 但是由于咱们没有办法重传嘛 那你接收者收到UDP的报围 对吧 你就算检测出传输出现的问题啊 对吧 我也没有办法告知信源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教验盒有点反射的 这么一个意思啊 对吧 有点反射的 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就是面向连接 还有无连接 那当然也说一下 就是这个面向连接是有代价的对吧 就是面向连接 你在用它来封装数据的时候 对吧 它发送的效率很低 对吧 你在开始发送之前 咱们要先建立三次握手 对不对 三次握手建立比较慢 并且这个发送 我不能够随心所欲的 一直不停的给你发 我得给你发一段 对不对 等一下 你给我做一个确认啊 我收到的确认 判断我之前发送的没问题了 我再给你往下继续发 对吧 并且TCP 它是这种一对一的发送模型了 那所以说你任何应用 使用TCP来封装啊 你只支持点对点通信啊 你在发送任何数据的时候 你只能以单波形式啊 来发送 你不能发送主播 也不能发送广播 那所有TCP不行呢 全是UDP的优点 好吧 比如说 没有必要建立连接 我信源要给接收者发送数据 我能直接给你发 对吧 并且发送 能一股脑发完啊 我能够从始至终一股脑给你发完 不是说发一段等你个确认啊 我不用等你任何东西 我就给你发 可以吧 纵使可能会出现优色啊 但是当你在网络状况非常好的情况下 在没有优色的情况下 我给你发的效率是很高的 然后接下来 对吧 它也支持单波 也支持主播 也支持广播 对吧 并且有些应用啊 其实根本不需要你TCP重传这么一个机制 那在你不需要TCP重传机制的情况下 你使用UDP 这个就很香了 那接下来UDP呢 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它的报头比较小啊 只添加八个字节负载 而你TCP的报头 二十到六十字节 对吧 那如果说你这个数据载盒比较大 还显示不出什么差别啊 那如果说你的数据载盒很小 比如你数据载盒本来就只有几十字节啊 那这块你使用TCP来封装 对吧 那恨不得爆头的长度啊 都比你内容 对吧 要多了 就好像 对吧 你寄个快递 这个快递里面可能两瓶盒 然后接下来你左一个包装 右一个包装 你包装用的材料 比这两瓶盒还要值钱了 对吧 有点粉末导致了 那这块你使用UDP的话 你不用担心这一点 因为这个UDP的报头 你足够简洁了 简洁到基本已经 对吧 忽略不计了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点 就是从安全性角度来讲啊 基于TCP封装的应用 更容易被攻击 被DOS攻击啊 等等之类的 那基于UDP的应用呢 相对的 对吧 抗攻击能力会强一点 好吧 这就是咱们TCP和UDP的 这么一个回顾 那关于这一块的话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TCP和UDP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话 一定要及时提问啊 这边的话 大家就是上节 我不知道你们来了没有啊 如果来的话 关于TCP和UDP 有没有问题 好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TCP和UDP呢 除了定义咱们的爆头一以外啊 他还干了一件这个事 我们来看一下 UDP和TCP封装有顺序吗 你只能选择一个 你只能选择一个 你要么用TCP 要么用UDP啊 这是个选择题啊 你不能都来啊 虽然说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题 对吧 但是这个网络中你得做啊 要么是UDP 要么是TCP啊 哈哈 端口不够用了 我跟你说啊 还真不够用了 这个端口只有16倍啊 端口只有16倍 那说到端口咱们来提一下啊 这个端口一共只有16比特对吧 它的取值范围是0到65535啊 然后其中咱们端口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1到1023 这个咱们称为叫知名端口啊 叫知名端口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部分1024啊 到65535对吧 这部分咱们叫非知名端口啊 非知名端口 那接下来这个知名端口对应知名应用啊 并且怎么样 它在对应的时候 一对应的啊 不会改变 然后这个非知名端口对应非知名应用 这个端口咱们称为叫随机对应啊 对吧 你不同的时候使用非知名应用 咱们端的端口怎么样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早期来看的话 你6万多个端口 对吧 你配合6万多种应用吗 这个绰绰有余啊 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 你会发现 这个应用变得越来越多啊 你端口不够用了 那所以怎么办呢 咱们端口做了一个扩容啊 现在最新的端口是有32倍的 好吧 最新的端口是有32倍的 能理解吧 你可以使用TCP的这个机制啊 就是使用32倍端口 你在可选项字段中啊 咱们能添加 那你32倍端口 咱们有42一个 那你就不用担心 它被用完了 能理解吧 然后有人问咱们QQ使用什么来封装啊 QQ使用UDP 那你们就可能就会奇怪了 你们在聊QQ的时候 在网络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你聊天吧 你聊什么 聊丢包了 那QQ能够显示出来 比如你刚才那段话没有发成功 对吧 系统给你提示 那大家可能会问 这是UDP的功劳吗 请注意啊 不是啊 你所有基于UDP封装的应用 你也知道UDP是什么情况吗 UDP不能保证你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啊 那所以说这块的话 你既然不能靠别人 你得靠自己嘛 对不对 所有属使用什么 UDP封装的应用啊 你为了保证咱们传输的顺序性 你为了保证传输可靠性啊 你这个应用本身 就要设计一些可靠传输机制 能理解吧 那当然那些使用TCP的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TCP能帮你搞定一些 可以吧 它能帮你搞定一些 我右下角那个小窗口去哪了 右下角 哪个小窗口啊 啥意思啊 我的人 哎哟 咱们是来听课的兄弟 哎我真的是无语了 我真的是无语了 OK 好对啊 咱们直播是UDP的啊 直播是UDP的 如果说一次性丢失多个报文 AC可以确认 不会啊 就比如说我给你发送了123对吧 假如说1和2都丢了 那接收者在给你回复确认的时候 确认号就是1 能理解吧 如果说你发了12345 234丢了 那对方在给你回复确认报文的时候 确认号就是2 能理解吧 你丢几个不重要啊 别人会根据我收到的 对吧 我收到的最小序列号的报文 对吧 就是连续的 连续的最大的 当然不能说最小吧 就这个比较难表述啊 就比如说你对方收到1和5对吧 对方收到1和5 这个5是没有用的 那对方会要求你从2至8 能理解吧 所以对方给你发送的ACP 里面的确认号就是2 能理解吗 是这样的 ok 是这样的 三次握手圆末的窗口 为什么不变 因为你三次握手 只是建立连接啊 当前还没有开始传 当前还没有开始传 就是主流的TCP应用啊 它会使用这么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关于窗口呢 我们称为叫TCP的Slow Start 叫TCP的Slow Start 叫TCP的慢启动 也叫TCP的延迟启动 那这个Slow Start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任何客户端啊 你给服务器发送数据啊 我初始的窗口 大小是一个字节 这一个字节是什么呢 是2的零次方 好吧 2的零次方 然后接下来第一次发送啊 一个字节 第二次发送怎么样呢 我就给你发送两个字节了 这是2的零次方 好吧 然后接下来第三次 我就发送四个字节了 是2的零次方 你会发现正常情况下 我第N次发送 我的窗口大小啊 是2的N-1次方 好吧 是2的N-1次方 OK吗 第N次发送 咱们的窗口是2的N-1次方 OK 那当然你也不可能永无止境下去啊 因为你窗口越大 传的越快嘛 你的带宽的 这么一个使用就越多 但是你端造端通信啊 咱们这个带宽怎么样 有限的啊 你带宽有限 那当你增长到这么一个极限之后啊 你会发现你的窗口大小 已经超出了带宽的这个承载能力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什么啊 可能会出现U包 对吧 会有U色 那这个时候接收者只要发现U色产生了 他会动态的什么啊 调整窗口大小 把窗口大小调整为之前那次传输的一半 好吧 那接下来 这个窗口就是咱们接下来的稳定传输窗口了啊 你之后就是通信 咱们就会按照这个窗口来发送数据 对吧 那这个有很多的应用 你们能感知到啊 就比如说 对吧 你下迅雷 你下迅雷 一开始刚下载的时候 咱们下载速度很慢吧 慢慢的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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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一刻会怎么样 涨到比你的宽带宽还要高啊 对不对 然后将来停留很短的一个瞬间啊 我们的带宽又下去了 对不对 我们的传输速度下去了吧 然后接下来就稳定在这个速度 一直不停传 对不对 这个就叫slow start 99%的TCP应用 都是这样的 对吧 那当然你在传的过程中 咱们窗口毕竟也在变啊 也在调整啊 那所以说这个依旧叫做滑动窗口 好 答案一结束啊 接下来总结一下 你传输层就这么两款协议啊 要么用TCP 要么用UDP 那这个TCP和UDP呢 在给你的数据载盒来添加爆头1之前呢 它有一个要求啊 就是你这个数据载盒不能太长啊 你QQ这个应用产生的数据比较短嘛 那咱们就可以直接封装 但你其他的 比如说迅雷 你迅雷下载的数据可能会量很大 对吧 四节数可能会比较多 我不能给你直接添加爆头1 好吧 我要给你做一个数据切片 我要给你做一个数据的切片 好吧 我要给你做一个数据切片 所谓的数据切片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这个超长的数据载盒啊 分成很多对 比如说分成数据载盒 1 数据载盒 2 对吧 数据载盒 3 OK吗 给你做一个分片 分完片之后 在你每一个分片前面啊 再去添加咱们的爆头1 好吧 在你每一个分片前面 去添加一个爆头1 OK吗 那接下来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分片啊 当然理由很简单了 你这个数据载盒如果太大 对吧 超过咱们传说的能力范围了 你发不走吗 对不对 那为了避免由于你发不走 而导致丢包 这个太浪费了吧 那所以说我就帮你一把呗 我帮你做一个切片 切完片之后 保证大小啊 能够满足咱们的发送的要求 我再给你添加爆头 对吧 那就跟你寄快递一样啊 你寄一箱东西 太多了 对吧 我不能给你放到一个箱子里 我给你打包多个箱子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把你要寄的巧克力 比如你要寄100块巧克力 我就分成三部分嘛 第一部分33块 第二个部分33块 第三个部分34块 对吧 你要打三个包 一个包一个包的发嘛 对不对 一个包一个包发 这样的话方便你发送嘛 是不是 能理解吗 OK 那接下来还有一点要注意啊 你这个数据报文的载核啊 数据载核 添加爆头一之后啊 这个东西呢 咱们称呼叫PDU 这个东西咱们称呼叫PDU啊 叫协议数据单元啊 添加完爆头啊 经过封装的这么一个数据啊 每添加一个爆头 它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叫法啊 那这些添加完爆头东西 那这些添加完爆头东西咱们统称叫PDU OK吗 那接下来你单添加一个爆头一 咱们这个PDU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PDU咱们叫数据段啊 叫数据段 这个叫segment啊 叫数据段 好 那接下来我就希望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了 对吧 你添加完爆头一之后 对吧 咱们的数据载核变成数据段了啊 数据段里面最关键的字段是什么 大家也都看到吧 一个圆端口吗 一个目的端口 圆端口用来描述咱们这股流量 是由哪个原应用产生的 目的端口用来描述 这股流量是由哪个目的用来接收 对吧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你添加这么一个爆头一 咱们的控制层面的信息就够了吗 你光添加一个爆头一 咱们数据段能够成功发走吗 对吧 那答案是肯定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主机连接入网 你连接交换机啊 你给交换机发送一个数据段 我跟你说啊 交换机都看不懂这个四层爆头啊 为什么 因为交换机是二层的网络设备 好吧 交换机是二层的 对吧 包括路由器啊 路由器是三层的 好吧 那这个二层的网络设备 跟三层的网络设备 你是拿什么来定的 就是拿你的认知能力啊 你交换机是二层的网络设备 所以当你收到一个数据报文的时候 你只能识别二层的封装 也就是说 按照咱们刚才这个图啊 你交换机能够识别 爆头三 还有爆尾 好吧 因为这个都是二层天扎的 而路由器作为三层的网络设备 你能识别爆头三和爆尾的同时啊 你还能识别爆头二 对吧 那接下来 咱们这个四层传输层啊 你传输层的协议 定义的爆头爆头一啊 这个四层的爆头一 你觉得交换机录器 能看得懂吗 看不懂 能理解吧 看不懂 那接下来咱们退一万步说啊 就假设你们能看懂 So what 你们看这两个字队 发现啊 这股应用 是由QQ产生的吧 是由QQ来接受 那问题是谁的QQ啊 我来问大家 谁能装QQ 谁能装QQ 大家都能装对吧 你主机也可以 主机B也可以 主机C也可以 对吧 大家都可以 那既然大家都能装QQ 你们是不是都能聊天啊 我怎么能够知道是谁跟谁聊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了 就算给我能看得懂 也没有用 所以说再次强调个概念啊 这个爆头一根本就不是给网络设备看的 第一 他们也看不懂 第二 他们就算能看懂 燃病卵吗 有什么用啊 你能根据这个信息得知 数据是由谁发 是由谁收吗 对吧 你根本得知不了 那所以说了 数据段不能被发送 那将来怎么着啊 数据段不能被发送 咱们就交给网络层来进一步处理了 对不对 网络层里面 最最最重要的协议啊 IPv4跟IPv6 那这两款协议咱们称为叫背路由协议啊 那这个背路协议干什么呢 只干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 定义一个三层的地址 来标示咱们internet中的每一个节点 这是他干第一件事啊 然后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定义一个三层抱头啊 来给我们提供什么 抱头二的这么一个格式啊 让你在添加抱头二的时候知道抱头二有哪些字段 这些字段到底有什么用啊 那当然这个抱头二哎太太太重要了 那所以说这里面内容呢 咱们这节课先不跟大家说 你们就记住 这个抱头二长度很长 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字段 但是在这众多字段中啊 最最最关键的 只有两个字段 一个就是原三层地址 一个是木地三层地址 那当然这个原木三层地址到底是IPv4还是IPv6啊 得要看到底使用那款协议 那当然跟传输层一样啊 你网络层的备录游协议 你只能使用什么 一款 要么用IPv4要么用IPv6对吧 就跟你在传输层 要么用TCP要么用UDP啊是一样的 你不能两个都要对吧 虽然咱们成年世界啊肯定是不做选择 但是网络中咱们要做选择对吧 那接下来咱们就从IPv4来谈起啊 这个IP协议叫什么 叫英特网协议啊 这个叫Internet Protocol 翻译成中文叫英特网协议 这名字特别大气是吧 而且我们的TCP IP协议站 就是由里面两个经典的协议啊来命名的啊 整个协议站由里面两个著名协议来命名 一个是TCP对吧 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IP IP非常重要啊 OK 那首先它定义的第一个就是 IP地址啊 来标识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啊 那这里咱们又一次提到节点了啊 那这次咱们要正式这个名词 我来问大家 什么叫节点啊 大家来告诉我什么叫节点啊 节点是指计算机吗 节点是指录务器吗 节点是指交换机吗 好请注意啊 节点指的不是一台设备本身啊 咱们节点指的是设备的一个接口 准确来说设备的一个三层接口 我们称为叫一个接点 好吧 比如说你PC 一般PC它只有一个网卡 对吧 你整理一个线 对吧 就由于PC只有一块网卡 它只有一个接口 那所以说咱们一般把PC啊称为叫一个节点 但其实不是的啊 因为你PC可以有两块网卡 你若有两块网卡 你有两个接口 你就不能再把这个PC啊 当作一个节点 那当然路由器就更不行了啊 因为你路由器作为一个整体啊 你有很多接口 对不对 每一个接口都能连接一个网络 每一个接口都能用一个地址啊 那所以说 对吧 再次强调一下啊 节点指的不是一台设备啊 节点指的是一个接口 那接下来进一部分啊 是任何类型的接口 咱们都能称为叫节点吗 对吧 你交换机有接口啊 极限器有接口啊 PC有接口啊 路由器有接口啊 难道这些接口 咱们都能称为叫节点吗 请注意啊 也不是 比如说了 你主接连接Switch1连接R1 对吧 那这块咱们有几个接口啊 1234有四个接口 对吧 请注意啊 咱们只有两个接点 主接A的这个接口是个接点啊 路由器R1的这个接口是个接点 但交换机这两个接口啊 就不是 好吗 节点还有一个要求啊 你这个接口必须是三层啊 三层或三层以上的 好吧 只有三层或三层以上的设备 能够拥有三层或三层以上的接口 这种接口 我们就称为叫节点 节点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联网 你想联系 除了连线以外 你还是要给节点怎么样 分配一个全球唯一的标识 这就是IP地址 好吧 IP地址作为一个三层地址啊 它能够在整个internet的范围内来标识一个接点 这也就是说咱们两台主机 A和B啊 无论你们是否在同一个网络啊 你们在也好 不在也好啊 A跟B通信 A都能拿他的IP来标识他自己 A都能拿B的IP来标识B 对吧 所以说你端到端通信啊 无论是网络内通信还是网络间通信 你都可以拿通信双方的IP地址来作为他们自身的身份标识 对吧 并且咱们有个叫做端到端地址一致性的这么一个原则 那这个原则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信源产生一股流量 对吧 发给接收者啊 这股流量在发送过程中 哎 不管它在哪个网络中传递啊 它的三层爆头的原目IP都不应该发生改变啊 原IP永远标识发送者 目的IP永远标识接收者 能理解吗 哎 这就是IP地址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还有第二个 就是它定义了什么啊 三层的封装啊 它定义了三层封装 就是定义了咱们的爆头二对吧 定义了爆头二 那当然这个爆头二很复杂啊 里面有很多东西 IPv4也是 IPv6也是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啊 在这节可需要注意啊 咱们IP爆头 哎 就爆头二啊 里面最最最最关键的就是原IP地址 还有目的IP地址 对吧 其中原地址标识啊 流量是由谁发的啊 标识性源 目的IP用来描述啊 咱们这股流量 收谁收的 再把标识接收者 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这个爆头二呢 是添加在爆头一的前面的啊 好吧 爆头二是添加在爆头一的前面的 你可以理解为 我们一个数据包的载盒啊 添加爆头一 就好像我把一块巧克力啊 放在一个小箱子里 好吧 然后接下来再加一个爆头二 这是第二次封装了吧 第二次封装就好比什么呢 你把这个小箱子放到一个大箱子里 能理解吧 你把这个小箱子放到一个大箱子里 那加勒问大家了 这个时候你拿到这个大箱子 你在拆开大箱子之前 你能看到里面内容吗 你能看到这个小箱子长什么样吗 你能看到咱们巧克力长什么样吗 能不能 啊 不能啊 只要大家收过快递就知道啊 你收到一个大的快递 你不把外面的盒子给拆掉 你不知道里面还有个小盒子 你不把里面小盒子拆掉 你不知道里面的巧克力到底是什么品牌的 能理解吧 那这个在网络中是一样的 你收到一个报围 如果里面包含了两重爆头啊 你在去掉外部爆头前 之前啊你看不到里面内容 好吧 你想要看里面内容 你必须要去掉外部爆头 那当然什么时候咱们能去掉外部爆头呢 那对于咱们网络设备而言也好 对于咱们的主机而言也好 哎 规则是相同的 当一个节点啊 当一个节点 当一个节点收到一个报文啊 收到一个报文啊 当我收到一个报文之后 发现什么啊 这个报文是发给自己的啊 我会判断啊 判断报文是否是发送给自己的 如果是啊 我是接收者吗 那作为接收者 咱们关注是什么啊 咱们关注是你数据载盘内容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去掉那报头 对不对 去掉报头就能看到里面内容 那如果说我不是啊 我是没有资格来去掉你外部爆头的啊 就好像你一个宿舍有四个人 对不对 你收到一个快递 谁能拆快递啊 肯定是收件人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快递不是收件人收到的 是他的宿舍的舍友收到的 你觉得舍友他能帮你代拆快递吗 对吧 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你是不能的 那这一点在网络中也是一样的 可以吧 比如说你主机A发送给流量去往主机B啊 主机B以外的所有其他网络设备 他们虽然能够收到数据 但是他们只是什么 中间节点来帮你代表转发的 他们不是流量接收者 所以就算他们能收到数据啊 他们也不能够就是给你拆包装来看里面内容 懂得理解吧 OK 好那接下来需要注意啊 添加完爆头2之后 我们这个PDU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PDU叫数据包 这个叫数据包 叫package 再说一下 应用产生的数据载盒 添加爆头1 添加完毕之后啊 这一段啊 咱们称什么 我们称为叫数据段 数据段就是上 我经过三层的IP协议啊 再打一个包 添加完爆头2了 添加完爆头2之后 这个咱们称为叫数据包 当然 数据包里面怎么样 包含了原木地址信息啊 那这个原木地址信息是什么呢 是三层的 但是加拿大请注意啊 你一台主机发送一个数据啊 假如说你封装成了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咱们假设能够发走啊 对吧 那大家都发现数据包里面 咱们包含了原木地址信息啊 这个原木地址信息已经够清晰的 表明这个数据是由谁发的 是由谁收 按理来说 咱们这个数据应该能够发送走了吧 但是他能吗 请注意答案是不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把我们的计算机连接入网了 什么设备啊 是路由器吗 不是啊 是交换机 我们再强调一下 交换机是一个二层的设备啊 你给一个二层的设备来看三层爆头 你给一个二层的设备来看原木三层 那没有错 这确实是地址啊 但是你觉得二层的设备能够读懂三层地址吗 它能基于爆头的三层地址来确定数据是由谁发的 是由谁收吗 嗯 大家觉得能不能 可不可以 那很明显不可以吗 对不对 我都说你交换机二层设备了 也就意思是说 你收到数据包 对不对 你看不懂三层爆头啊 对不对 你只能看到二层的爆头 还有二层的爆尾 而对于三层爆头你想看 谁能看懂 路由器能看懂 那所以说了 如果你希望数据包能够直接发送啊 你就得改写咱们规则啊 你就得让路由器来当做咱们接入设备 如果你路由器直接连线连到我们主机啊 那你主机发送数据包 对吧 你的爆头里面原木地址啊 路由器是能读得懂的 对吧 它能够根据你添加的原木地址来帮你转发数据 但是奈何啊 咱们绝大多数情况下 组成网络的都是接入设备 而这些接入设备啊 咱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交换机 那所以说为了让交换机 对吧 能够知道咱们数据到底来自于哪里 去往哪里啊 你得给它添加一些 它能看得懂的地址信息 那这就是二层地址 那所以说咱们现在有个概念啊 虽然说数据包里面 咱们包含原木地址信息了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直接被发送 原因是因为接入设备 看不懂 那接下来咱们就假设没有接入设备了 这么一张图啊 主机一连到这么一大堆路由器啊 然后接下来连接到主机二吧 那接下来咱们现在假设 主机想访问主机二 对吧 那数据包到达路由器 路由器是看哪里呢 它就是看三层爆头的目的IP啊 通过查看目的IP发现啊 这股流量是发给什么 主机二的 接下来路由器要做个判断了 判断主机二在哪里 好请注意啊 路由器是一种比较高楼的设备啊 它并不关注一个网络内 有哪些主机 它并不关心一个网络内 主机跟交换器之间啊 是这么连接的 路由器只关注啊 一个网络在哪里 好吧 对于它而言对吧 整个internet是由若干的网络互联而成的 那它作为网络间的这么一个设备啊 网络内是什么结构 它不关心 它只是关心什么 网络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好吧 它只关心网络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啊 一个网络在哪里 对不对 去往一个网络 咱们路径信息是怎么样的啊 这就叫路由嘛 一台路由器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路径信息啊 我们就称为叫路由 那将来这些路由保存在哪里呢 保存在这么张表里啊 这张表咱们称为叫IP路由表 所有路由器都有这个表啊 这个表里面的每一个表象 咱们都称为叫一条路由条目啊 一条路由条目记录了路由器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路径信息 那当然咱们目的网络不会只有一个吧 咱们有很多很多网络啊 对吧 那这些网络只要路由器要转发数据 去往这些网络啊 它都得要知道这些网络在哪里 都得要拥有去往这些网络的路径信息 所以你会发现路由器的路由表啊 非常庞大 里面会有很多很多条目啊 来记录 对吧 这些网络到底在哪 那接下来这些路由怎么获得 这就是咱们之后啊 研究课程 需要研究的一个重点啊 你一台路由器 你怎么知道网络X 坐落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去往网络X 有哪些路径 你怎么知道哪条路径优 哪条路径不优啊 那这个就是咱们之后研究路由选择协议的时候啊 这个路由选择协议 能够帮我们解决的这么一个难题了 好吧 那总而言之 大家要记住啊 你路由器作为网络间这么一个设备 你作为网络间的这么一个设备 你负责的是网络间的转发 为了把数据发给一个网络 你得知道这个网络在哪里 你得拥有去往该网络的路径信息 也就是所谓的路由条目 对吧 那至于这个路由条目怎么破细啊 咱们之后呢再讲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路由器收到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数据啊 假设这个目的网络 你不知道在哪 你没有去往该目的网络的路径信息啊 那你是没有办法转发数据啊 去往该目的网络的 好吧 所以说对于路由器而言 你在转发数据之前啊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些网络在哪里 而了解一个网络在哪里 这个过程 咱们称为什么 叫控制层面的行为啊 我们把这个行为称为叫控制层面行为 所以说对于路由器而言啊 控制层面的优先级是很高的啊 你搞定了控制层面的协议 当你了解到这些网络怎么走之后啊 你基于这些 对吧 网络怎么走 对吧 你再来转发咱们实际的数据啊 这就是路由器的玩法啊 那当然你路由器基于这些网络所在的位置啊 对吧 你来转发数据 这个行为咱们称什么 这个行为咱们称为叫数据层面行为 对吧 先有控制层面 再有数据层面 这个是研究所有网络设备啊 咱们都要研究了这么一个顺序 好吧 OK 所有网络设备 咱们在研究的时候啊 要分为两个层面啊 一个叫做控制层面 一个叫做控制层面 一个叫做数据层面 好吧 控制层面 主要研究网络设备 对吧 它是如何了解到咱们网连接的 然后数据层面 咱们主要研究啊 就是当你了解到网络怎么连接之后 你如何利用这些网络连接信息 对吧 来实际的转发数据 好吧 实际转发数据 这个是数据层面的 这么一个行为 OK 那先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接下来言归正传啊 就是你路由器在神通啊 你原木IP地址在无敌啊 你这个数据包不能直接发送的 原因是因为你要照顾到什么 你要照顾到咱们接入设备的感受啊 那这个接入设备是谁啊 咱们也不隐瞒了 交换机嘛 对不对 交换机作为二层的网络设备 你只能识别爆头一 不叫爆头一啊 你只能识别爆头三 对吧 你只能识别爆头三的内容 以及咱们爆尾的内容 对吧 哎就是说你接入设备收到一个针 你有能力确定啊 这个针在传说过程中啊 有没有篡改 有没有就是 对吧 有没有就是 冲突 这个你还是有这个能耐的 然后接下来你二层的爆头里面的 原木二层地址信息 你能识别 但是呢 你想识别再多的信息 不好意思啊 你做不到 可以了 你做不到 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二层啊 数据链路层 里面主要包含你的协议呢 就是咱们之间所说的 那些大名鼎鼎的像什么局域网协议啊 广域网协议啊 哎都属于数据量层啊 然后接下来网络设备就是 对吧 交换机 交换机就是工作在这层的 好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局域网 广域网协议我也说了啊 最最最有名的是谁啊 最最最有名的是咱们以太网协议啊 以太网协议在局域网协议中呢 绝对是一哥啊 甚至跟这些广域网协议比啊 都一点都不逊色啊 我再强调一下 当前在我们的网络困境中啊 以太网协议的占比啊 基本是在99.99以上啊 就你见到100个网络 99.99个用的是以太网标准 那当然大家可能会问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上网的这个网络 到底是哪种类型啊 那很简单嘛 看线啊 可以吧 你如果通过无线来联网的啊 只要你用点WiFi 你用点WiFi 你连的这个无线网络啊 它的二层跑的就是以太网调准 对吧 那如果说你是用有线来联网的啊 你用有线来联网 那这块你用有线来联网 你连的如果是双脚线 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网线啊 你如果连的光线 OK 那这也是以太网连接 能理解吧 你看线啊 就能识别咱们的协议了 那大家想 你现在上网 谁不用网线 谁不用双脚线 大家用的是不是都是双脚线啊 对吧 你笔记本 你台式机 你打印机 对吧 这些 你不用网线 你连啥呀 对不对 你肯定连的都是双脚线嘛 你只要连的双脚线 那你连接而成这个网络啊 它就是以太网 好吧 那我再强调一下 这些局域网广义网协议 他们比IP地址啊 就比IP这个协议啊 反正的新还要多一些 他们主要要规定三样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组建好了一个网络之后啊 对吧 你不是要通信吗 咱们的通信规则 好吗 通信规则就是由这些协议来定啊 他要定什么 咱们通信规则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对吧 你的二层地址 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二层地址啊 这些地址不是由IP协议定的 而是由咱们局域网广义网协议来定的 对吧 那当然有的网络 咱们不需要地址啊 有的网络需要 那那些需要地址的网络 咱们就会好好的定义这个地址 然后那些不需要地址的网络 那咱们可能就拿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么一个值啊 来代替地址 那大家可能会问 什么样的网络中咱们都不需要地址啊 请注意啊 还真有啊 咱们网络分为两类 一类咱们称为叫MA网络 还有一类咱们称为叫P2P网络 先记一下 网络就分为这么两种 MA网络全称叫什么呢 叫多路访问网络啊 它叫多路访问网络 好吧 多路访问网络 它的英文全称叫Multi Access 叫Multi Access Network 叫多路访问网络 OK 那接下来这个多路访问网络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网络中啊 咱们的节点数量可以为任意啊 一个网络里面可以包含两个节点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都可以啊 大家处于什么啊 同一个网络内啊 你们在这个网络内第一次通信 好吧 这个就是MA网络 比如说以我们的以太网为例啊 以太网就是一个经典的MA网络 因为大家想啊 你组建以太网的时候 咱们使用的接入设备是交换机 对不对 你一个交换机 你有24个接口 对不对 你能连接N多主机啊 对不对 你能连接N多主机 这就是MA网络 比如举个例子啊 你拿一台3700系列的 对吧 华为交换机嘛 这是一个接入交换机啊 这个接入交换机 对吧 你有这么多的接口 是不是 你有这么多接口 那接下来你连就好了啊 对不对 主机1 主机2 主机3 主机4 对吧 你可以通过线嘛 连到交换机上 连完之后怎么样 这个网络里面 咱们当前包含的节点数量 就是4个 如果说你想继续连的话 那你每多连一台主机啊 我这个网络里面节点怎么样 就增加了 对不对 一个网络里面的节点数量 可以为任意 想有几个就有几个 那这种咱们称什么 我们就称为叫MA网络 那接下来相对的 咱们另外一种P2P网络 指的是什么呢 它要点到点网络啊 它叫点到点网络 这种点到点网络的最大特征就是 一个网络中 咱们节点尤其只有两个 尤其只有两个啊 你不可能有第三个 对吧 除了我就是你 除了你就是我啊 一个网络里面咱们节点尤其只有两个啊 这种就是点到点网络 对吧 点到点连接嘛 咱们两个节点之间 两根线 两点一线 这就是点到点网络 那由于在这种网络里面 咱们只有两个节点啊 对不对 那你A跟B通信 你觉得咱们需要地址来标识吗 不需要 我只要通过连接该网络接口 把包给发走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咱们是不是只要发走就好了 我需要标识接收者主机地址吗 不需要啊 因为在网络中 除了我以外就是你啊 我只要发出去 一定是由你来接收 咱们有固定的接收者 能理解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A和B 要不要地址 都无所谓 对吧 但是在MA网络中就不一样了 在MA网络中 咱们一个网络里面包含这么多节点 除了我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人 对吧 我通过连接该网络的接口 把数据给发出来 谁都能收到嘛 对不对 谁都有可能接收者 那所以说为了告诉咱们接收设备啊 我是要把数据发给谁 我就需要 对吧 二层地址来标识彼此嘛 对不对 并且 我需要在发送的数据中啊 添加一个包含原木二层地址的报头 来给接收设备看 让接收设备知道 包是由谁发的 是由谁收 对吧 那这就是他们定义的第三点了 第三点就是 对吧 他们要定义一个报头格式嘛 他们要定义 报头的格式 对吧 那由于这个报头格式 是在二层定义的 对吧 这个二层的报头 咱们称什么的 我们称呼叫针头 因为你添加完二层报头 报尾之后啊 咱们这个数据 称为叫数据针嘛 之前跟他说过啊 这个叫数据针 对吧 叫prima 那所以说了 咱们把这个添加针头针尾的过程 称为叫数据的成针 叫数据的成针 那你可以理解为 讲的高大上一些啊 我们的数据内容层的协议 干的第三件事 就是定义什么 定义成针的这么一个机制 好吧 定义成针的这么一个针头格式 OK 这就是他们干的三件事 好吧 以太网也不例外 以太网也不例外 那接下来定义完这三个东西之后的话 我们来从第一个来谈起啊 手电通信规则 以太网的算是个比较随意的协议啊 对吧 大家呢通过以太网线 连接到以太网络啊 你想通过以太网的通信 好像没有什么规则 对吧 你想通信通信呗 你想发就发 你想收就收 对吧 但是这只是个表象啊 就大家要记住 你一个接口 咱们有这么一个物理属性啊 这个物理属性 咱们称为叫双弓模式啊 双弓模式 好吧 一般一个接口的物理属性 有两个比较重要啊 一个叫双弓模式 一个叫带宽啊 一个叫双弓模式 一个叫带宽 这个带宽用来描述 你这个接口连完线之后啊 你的数据传输能力啊 带宽指的是单位时间 就是一秒啊 一秒钟 你通过一个接口发送数据 或者接收数据啊 你最多能够接收多少比特 或者你最多能够发送多少比特 这个叫带宽 好吧 带宽的单位通常是 多少多少比特每秒 好吧 或者说多少多少k比特每秒 对吧 多少多少兆比特每秒 多少多少g比特每秒 好吧 这就是带宽单位啊 用来描述的是 你一个接口啊 通常是个节点啊 你连完线之后 对吧 你通过这个网络连接 你能够最快啊 一秒钟发送多少数据 你能够最快接收 对吧 一秒钟接收啊 多少数据 那这就是带宽 好吧 那当然咱们现在带宽 比较多的 百兆啊 千兆啊 甚至外兆都比较多 好吧 那这是个比较关键的物理层属性啊 那接下来除了这个属性以外 咱们物理层还有另外的属性啊 这个属性咱们称为叫双功模式啊 这个双功模式叫duplex 很重要 啊 这个叫duplex 双功模式描述的是 你这个接口连完一根线之后啊 连到网络 你的双向传输能力 那大家都知道 上网吗 上网 怎么上网 上传加下载 对吧 上传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发送数据啊 而下载 就是你通过网络接收数据 对吧 那一般咱们上传下载 是同步的 对吧 你传着同时 你在收 你收着同时 你在传 对吧 那当然你想做到这一点 你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双功模式来配合的 这个双功模式描述就是 你一个接口连完线之后 你的双向传输能力 对吧 你的双向传输能力 那它分为三种 分别叫单功 分别叫单功 然后呢 有半双功 然后呢 有全双功 好吧 这个单功指的是什么呢 单功指的就是 你一个接口连一个线 连完线之后啊 你要么只能收 要么只能发 只有一个方向的数据 通过这个连接啊 可以走 这叫单功 好吧 单功只支持一个方向的数据通行 好吧 你如果选择收了 你就永远不能发了 你如果选择发了 你就永远不能收了 好吧 这叫单功 那当然为了让单功的节点能够通信啊 咱们一般一连线连两根嘛 一根用来发一根 一根用来收啊 那就有更多的是咱们的光线 光线这种线来 咱们一连就会连两根 一个用来发 一个用来收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单功的吧 它是单功的 然后接下来咱们双脚线啊 双脚线是双功的 这种双功的线来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接口连外线之后啊 你双向连接都支持 对了 那当然双向连接都支持啊 你也要分怎么支持 如果你是一个半双功的接口 你发送数据同时啊 是不能接收的 你接收数据同时不能发送 虽然我说起来 你好像既能发又能收啊 但是你在发的时候不能收 你在收的时候不能发 那大家可能会问 如果说你双发同步怎么办 完了啊 双发同步的话 就是在半双功链路上 你强行让双向流量同时存在 那他们是不会绕开彼此的啊 他们会撞在一起 撞碎形成数据冲突 好吧 形成数据冲突 这个数据冲突会把你双向流量怎么样 撞碎啊 形成冲突碎片 这个冲突碎片 我想问大家了 就算你发送出去 接收者收到了 他能读懂里面内容吗 对 对讲机就是这样的 对讲机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半双功啊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能说吗 你一说呢 咱们就在抄抄了吗 我说的话你也听不明白啊 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明白 对吧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人类说话交流 就是一个半双功过程 我说你们听吗 你们说我听吗 咱们俩如果一起说 这不就是叨道了吗 瞎刀的 瞎嗶嗶 是吧 那瞎嗶嗶的话 我说的你也听不懂 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那这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对不对 这就没有意义了 好 半双功就是这样的了 我给你发送的时候 我不能接收 我在接收的时候 我不能给你发送 好吧 但凡双向流量同时存在 就撞碎了 能理解吧 就撞碎了 OK 这就是半双功 然后接下来全双功就厉害很多了 全双功没讲究啊 没讲究 我这个接口连根线 对吧 能够双向通信 我发的时候也能收 我收的时候也能发 同步啊 同步没问题 并且同步的双向数据同时存在了吧 它们能绕开彼此 我去这就厉害了 这就好像什么 你们玩王者荣耀 对吧 你控制你的角色 别人能看到你在干什么吧 你也能看到别人在干什么吧 对不对 这就是双功的这么一个体现啊 全双功体现 你在发送指令操控你的角色 对吧 你看到你角色在干什么 别人也在看到 对吧 并且你看到别人在干什么 别人也能看到你在干什么 这就代表 你们俩发的指令啊 能够同时的通过网络怎么样 来交互 好吧 这就是全双功 OK呢 全双功就是那个情况 那接下来 这个以太网 请注意啊 它的工作模式 看情况 看你的接口的双功模式啊 如果你的接口的双功模式为全双功 你可以理解为以太网没有任何规则 它就是告诉你节点啊 你接入到咱们网络之后 来看一下 看一下你的连接不OK啊 你的连接如果OK 我这边也给你OK 对吧 只要你物理层OK 我也给你OK 我给你全部开绿灯 只要你感觉到你的网络连接接口没问题啊 你就进行了发吧 对吧 你就进行发呗 你想发给谁 随你便 好吧 你想接收 也随你便 只要你能收到 你就收呗 只要你想发 就发呗 对吧 大家可能还听过啊 这个规则 咱们称为叫CSMA-CD啊 这是一个新的名词 好吧 叫载波真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啊 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名词啊 大家记下就好了啊 无所谓啊 不用再一点细节啊 叫载波真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啊 这个是以探网的一个杀招啊 专门针对那些半双工节点 你不是半双工吗 对不对 是吧 你不是发送的时候不能收吗 你不是接收的时候不能发吗 对吧 你一旦双向流量同时产生怎么样 会撞碎吗 对吧 那我肯定不希望你撞碎啊 我不希望你撞碎 你就得遵守点什么通信规则 我会要求你这些半双工的节点 连到咱们以探网之后啊 你在发送术语之前 先监听列路 对吧 看一下有没有人给你发 如果有人给你发 你就收着 等 等对方发完之后 你发现列路安静了 没人给你发送数据了 你再次请进行什么 发送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在发送的同时啊 我也规定好了 别人不能给你发 对吧 等到等待你发完之后 别人才能够把你需要的数据 再给你发送走 好吧 就是咱们通过CSMA-CD 尽可能保证 一个半双工的节点 连到网络之后 我发送的时候不能收 对吧 我接收的时候不能发 当然大家可能会问 什么样的节点会是半双工的 对吧 咱们什么样的计算机会是半双工的 没有 没有半双工的计算机 计算机都牛得很 全是全双工的 那咱们有没有半双工的线缆呢 也没有啊 只要你连双小线 哪怕你连的线再寒缠啊 再磕缠啊 它也是全双工的 那大家会问 那你怎么会半双工工作啊 哎 罪魁祸首啊 对 就是咱们的一种网络设备 这种网络设备 咱们称什么呢 咱们称为叫hub啊 叫极限器 被淘汰一万年了 你们现在组网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极限器啊 原因是因为太low了 太垃圾了 谁会用它呀 对吧 那当然咱们垃圾都要垃圾个点吧 它的垃圾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接口的双工模式 是半双工 可以的 你一根线连接两端的接口啊 你一端支持全双工 另一端不支持 你觉得咱们能以全双工工作吗 不行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你再牛的计算机 连再好的线 只要你连到极限器上啊 这个叫鲜花插到牛粪上啊 你跟极限器的接口双工模式 一协商啊 你协商结果就是 咱们主机也只能以半双工的方式来运动 哇 那这简直太惨了 简直就是悲剧 所以你会发现在组网的时候 如果你要连接极限器啊 那极限器所连接的计算机 我只能以半双工的方式来工作 那这些半双工的主机啊 为了避免在上网工程中 你出现冲突 对吧 咱们就必须要遵循 CSMA-CD的方式来运动 这个效率不要太低 你能想象 我在接收的时候不能发送啊 我在发送的时候不能接收哎 对吧 太搞笑了 不可能呢 那所以说了 这就是极限器被淘汰的理由 那如果说咱们现在一个网络环境中啊 你是直接用交换机连接计算机入网 交换机大家不用怕啊 接口都是全双工的啊 线缆大家不用怕 都是全双工的 计算机也不用怕 都是全双工的 全双工连全双工 但咱们自然会用全双工的方式来工作嘛 那在全双工的环境中 大家觉得会出现冲突吗 会出现冲突吗 对吧 不会啊 那所以说了 咱们根本不需要CSMA-CD啊 来工作 对 根本不需要 好 然后接下来 通信的规则咱们知道了 二层地址咱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二层地址真的需要说 就是不同的局域网广幼协议啊 你们定义的二层地址名字不一样 但是呢咱们也都说了 二层的协议中 咱们以太网老大对吧 既然以太网这个协议用最多啊 那咱们就来研究一下 以太网这个协议大层地址 以太网协议大层地址 咱们称为什么呢 我们称为叫MAC地址 对吧 如同所示啊 MAC地址啊 全称叫media access control 这个叫媒体访问控制地址 那我已经跟他说了 一个节点 咱们通常会有两层地址啊 一个是IP 一个是MAC 那大家会继续问 为什么要两层地址呢 原因是为需要啊 对不对 MAC地址能在一个网络内啊 来标示一个主机 而IP地址能够在整个 internet范围内啊 来标示一个主机 如果你把一个网络 当作是一个国家 那MAC地址 就是咱们国民的什么 身份证嘛 对不对 你的身份证号 就是你的MAC地址 然后接下来咱们IP地址啊 就是那护照 你的护照号 就是那IP 对吧 那当然对于咱们主机而言 MAC地址通信 着实麻烦啊 因为你两台主机 如果属于同一个网络 对吧 A跟B通信 咱们俩在同一个网络啊 A跟B通信 我给你发送的数据帧 二层报头那边怎么样 原MAC地址是A嘛 目的MAC地址是B 因为咱们属于同一个网络 我能拿你的MAC地址来标示你吗 最后再给你发送数据的时候 对不对 我就会拿你的MAC地址 来作为目的MAC 但是如果说 咱们俩属于不同的网络啊 我在网络A 你在网络B 那这个时候 咱们如果属于不同的网络 那咱们这两台主机啊 在做跨越网络通信的时候 A根本就不去关心 B的MAC地址多少 对吧 我只需要知道我所在网络内的网关节点 也就是路由器啊 路由器接口的MAC地址 咱们只要知道就OK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发包去网币的时候 我要先把包发给网关嘛 网关收到这个报文 他要查找三层的报头的目的AP啊 来查路由表 来报我进步转发 这样做咱们目的主机啊 咱们说到这里 好 那正好基于咱们刚才讲解啊 我来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 好吧 我来问一下你们啊 为什么 举个例子啊 假设在咱们刚刚的例子中啊 主机A PCA 连接Switch1 连接R1 这边连接Switch2 连接主机B 那当前在我们的环境之外有两个网络啊 左边是网络A对吧 右边是网络B 那你现在AB两个主机属于两个不同的网络啊 A跟B通信 你们是网络间通信 那首先A跟B通信 他怎么知道B跟我们在同一个网络啊 那很简单啊 因为你A有个IP地址嘛 B也有个IP地址嘛 A是基于B的IP来跟B B通信的 你想想使用IP跟你通信不相吗 无论咱们俩在不在同一个网络 我都能拿IP来标识你 对不对 所以说PC肯定是喜欢什么 喜欢使用IP来标识对方嘛 对不对 咱们的应用也是一样的 咱们管理员也是一样的 我又拿IP来标识你 咱们在不在一个网络 都没问题啊 对吧 但是Mac地址不行啊 那接下来你们的IP地址 咱们都说了啊 有两个部分嘛 高位叫网络位 低位叫主机位 对吧 网络位用来描述 你这个主机在哪个网络 对吧 你两台主机如果在同一个网络啊 你们俩的IP地址的网络位 肯定相同 那相反 如果说你们在不同的网络啊 你们的IP地址网络位啊 就不一样 那A一眼就能看出 B的IP地址网络位啊 跟我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 代表B跟我在什么 不同的网络之间啊 那这个时候A想要把包发给B 为什么 我需要获得的是网关接口麦地址 大家来告诉我 为什么 嗯 为什么 又有人问 为什么是委赖IF了 这块你们能懂吗 来提问的 先把我的问题给回答一下 好不好 你咋不说VBDIF呀 咱们学东西要一步一步来 好不好 这个Lubbic同学 还回口同学 对吧 咱们如果说要秀技术 我们可以秀专业一点啊 对吧 比如说咱们给提个VXLAN嘛 VXLAN的SVI 不叫SVI 不叫VLAEF 叫VBDIF 听过吗 是吧 咱们不用讲这种高大上 好不好 一步一步来 循序渐进 好吧 这些名词都很简单的 咱们之后一学就会了 好吧 OK 好 那这样我们继续 我们来继续 主机A跟主机B通信 为什么A不需要B的MAC地址 需要网关呢 我们就假设A需要B的MAC地址 对吧 A知道了B的MAC地址 那这个时候A知道B的MAC地址怎么就要用了 那假设A发送一个数据帧给B 原MAC地址是A的 然后将来目的MAC地址对吧 是B的 你觉得我发送的这个帧能到达B吗 你们觉得咱们发送这个帧能到达B吗 能不能 请注意啊 混难啊 第一个就是你主机A把这个帧发给Switch1 Switch1不知道B在哪 可以的 请注意啊 交换机这类接入设备啊 它存在一个网络内 它只关心网络内的通信 并且它为了实现网络内通信啊 它得知道一个网络内包含哪些主机 这些主机的MAC地址多少 并且连在它哪个接口 对吧 就比如说了 主机A连在它哪个接口 它是知道的 主机A的MAC地址它也知道 R1连在它哪个接口 它也知道 R1的MAC地址它也知道 但B连着它吗 不连对吧 B跟它属于同一个网络吗 不属于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啊 Switch1一辈子都不会知道B在哪里 那所以说当它收到了主机A访问主机B的数据啊 它能发 对吧 但是它是以淡红的形成来发送的 什么叫淡红啊 就是它会把它收到的数据啊 拷贝成多份 好吧 拷贝成多份 然后接下来通过除了接收接口以外的 所有其他接口啊 每个接口一分的发送走 能理解吧 那所以说了 这个A发给B的数据啊 你这样封装 R1是能收到数据的 但是接下来问大家了 R1收到的是什么 R1收到的是什么 R1收到的是一个数据帧 是一个数据帧 还记不记得数据帧怎么封装的了 我们这是数据载核对吧 数据载核啊 前面我们要添加爆头1对不对 这是传输层的爆头 然后前面咱们要添加爆头2对吧 这个是网络层的爆头 前面咱们要添加爆头3这个是数据链路上的爆头 然后接下来后面咱们要添加什么 后面要添加一个爆尾 好吧 这个叫数据帧 我来问大家原木IP在哪 原木IP在哪 原木IP地址在爆头2里面吧 对不对 在爆头2里面啊 咱们给它换个色 原木IP在爆头2里面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器呢 收到一个数据包 咱们也都知道啊 路由器关注的是什么 是目的IP啊 因为只有这个目的IP才能描述 你这个数据包的真正去向 它要针对目的IP来确定 接收者主机在哪个网络 然后接下来根据这个目的网络 来看一下路表 有没有去往该网络路径信息 如果有 按照路径信息给你转发 如果没有给你丢起 那所以说了路由器来做网络间数据转发的时候 是基于爆头2的目的IP啊 来做转发的 但是你数据收到的是什么格式呢 你路由器收到的数据是一个数据针啊 玩那句话 这个针就好像 我这是块巧克力对吧 放到一个小盒子里 小盒子放到中盒子里 中盒子放到大盒子里 你收到这个大盒子 你在拆开之前 你能看到里面的内容吗 你能不能看到里面内容 大家说能不能看到 我说过了 不能啊 那接下来你想要看到里面的内容前提是什么 是你要把外面的这个大盒子给拆了吧 对不对 你要把外面大盒子给拆了 而你拆掉这个大盒子是有前提的 我什么时候会拆掉大盒子啊 只有一种情况会拆啊 只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当 当我认为数据是发给自己的时候 以后我会去掉外部的爆头爆尾 能理解吧 然后接下来查看里面内容 因为我都是接收者了 我都是接收者了 我肯定更加关心东西的内容嘛 对不对 我更加关心东西内容 所以说我要去掉外部的爆头 去掉外部的爆尾啊 来进一步查看里面内容 那所以说了 路由器什么时候会拆掉咱们的外部爆头爆尾啊 只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当我认为数据发给自己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会认为数据发给自己的啊 哎不要急啊 你这个爆头3里面是不是包含原木麦克地址啊 你路由器的接口连接以探望 你这个接口是不是也有一个麦克地址啊 对不对 我就要看了 我收到的这个数据真的目的麦克地址 跟我这个接收接口的麦克地址 是不是一样的啊 如果一样的 我才会认为真是发给我自己的 那当我认为真是发给我自己的情况下 我才会拆掉真头真尾 查看三层爆头目的IP来做进一步转发 小白 如果我收到一个真啊 如果这个真的目的麦克地址 跟我接收接口的麦克地址不一样啊 这种情况下 我不会认为真是发给我的 既然不会认为真是发给我的 我有理由来拆掉你的二层爆头吗 没有理由啊 我既然没有理由拆掉 我也就没有理由看到里面三层爆头的目的IP 我看不到目的IP 我也就无从差表给你转发了 没有办法来给你转发这个宝贝 能理解吧 这就是说路由器只能转发目的麦克地址跟它接收接口麦克地址一致的这么一个数据 那所以说话说回来了 这个时候假设咱们主集A知道了主集B的麦克地址啊 你成功的封装了一个真啊 原麦克地址是他 目的麦克地址是B 就算这个真被交换机泛红发送给了阿姨 阿姨针对这个真他会认为真是发给他的吗 不会啊 因为这个真的目的麦克地址B的跟我路由器的接口的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我收到一个真目的麦克地址跟我接收接口的麦克地址不一样 我不会认为这个真是发给我自己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没有理由来去掉他的针头针尾 没有理由去就没有理由看三层爆头内容 也就不能怎么样确定目的IP 不能确定目的IP 我也就没有办法查路无表连进入转发 所以这个时候啊 对吧 你会发现阿姨 收到A发送的这个真 看一看 发现不是发给自己的 我就直接丢弃了 能理解吗 那丢弃了 B能收到数据吗 收不到啊 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我再来问一下 你们觉得主机A需要知道主机B的麦克地址吗 主机A需要知道主机B的麦克地址吗 不需要啊 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乱用 能理解吧 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乱用 那所以说为什么主机要跟主机B通信 我需要知道A的麦克地址啊 那很简单嘛 我知道A的麦克地址 我封装一个数据 原麦克地址是我 对吧 目的麦克地址是A的 那这个时候交换机也知道怎么回事啊 交换机 查看咱们的爆头三的原目麦克地址啊 对吧 它有点短视的 交换机永远只关心一个针在这个网络内怎么传 好吧 它呢根据目的麦克地址发现啊 是发给A1的 它知道A1在哪 对吧 就会顺利的把针精确的转发给A1 A收到这个数据一看 目的麦克地址跟我接收接口麦克地址一致 对吧 我会认为这是发给自己的 我就去掉爆头三 去掉爆尾 然后接下来查看爆头二发现 A是发给B的吧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B在右边这个网络 我有去往B所在网络路由 我就沿着去往B的最后路径 也就是右边这个接口对吧 给你发送走 那最终B呢就能收到数据 能理解吧 这就是麦克地址的这么一个定位啊 所以说总结一下 两个主机如果在同一个网络内啊 我们之间通信 原因是需要知道B的麦克地址啊 对不对 我要解析你的麦克地址 解析到了 使用你的麦克地址作为目的麦克啊 来给你发送数据 但是如果说咱们俩属于不同的网络 对吧 那这个时候咱们如果指定了网关啊 我就会去查看咱们有没有网关的 麦克地址信息 有直接用 没有的话 咱们会解析网关的麦克地址啊 然后我在发送数据的时候 原麦克一就是我 但是目的麦克怎么样 是网关的 然后得出了这个消息之后 大家也可以就是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下 就是这个麦克地址 为什么咱们称为叫 只在一个网络内能标示一个节点啊 原因就是因为 你信源发送的数据 每经过一台网关 它的二层针头针尾啊 都会被去掉一次 再重新添加一遍 能理解吧 你都去掉一次 重新添加一遍了 这可以理解为就是 我一个数据针啊 在不同的网络发送的时候 我的二层针头的原木麦克啊 都是不一样的 能理解吧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了 我这个针在这个网络内传输的时候啊 原麦克是我A 目的麦克是R1的左边这个接口啊 然后接下来当你这个针在这个网络传递的时候 我的原麦克是R1的右边接口的麦克 而目的麦克是主机币的麦克 能理解吧 它是这样的 而我的三层的IP就不一样了啊 你的数据包在端到端传说的情况下 原IP永远标识着发送者 目的IP永远标识接收者 你不管在哪传都一样 原因是因为IP地址就是这么牛逼啊 它就能够在整个internet的范围内啊 来唯一的标识一个节点 我在哪不重要 你在哪不重要 我要跟你通信 对吧 我需要这样的IP 并且我给你发送的数据 原IP是我 目的IP是你 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这么有 能理解吧 对 出国用IP 当然你会发现 其实在国内你也能用IP 对吧 因为在国内护照号依旧好用 能理解吧 这就是关于二层地址跟三层地址的 这么一个特点 当然咱们一般的在一个以太坊环境中 咱们以太坊协议规定了 对吧 你有没有IP不重要 你必须得有麦克地址 那这个麦克地址咱们需要配置吗 不需要 咱们一般就是网卡在被生产抽大 的时候 它就会被烧录这么一个麦克地址 这个麦克地址你知道它有就好了 它是多少 你都不用关心 你只要知道它有就好了 对吧 那既然它这个烧录的麦克地址 烧录在哪里 它会烧录在网卡的ROM中 它会烧录在网卡的ROM中 这个叫止读存储器 这个叫止读存储器 这个止读存储器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储部件 跟我们的硬盘 跟我们的内存都不一样 硬盘跟内存 你想写数据 你可以自由地写 而咱们的止读存储器 你想在里面写数据 咱们要通过特殊的仪器来写 这也就是说你一旦在ROM中 写完数据之后 这里面的数据 咱们只能读取 你不能修改 你不能删除 那顾名思义 咱们称为叫止读存储器 对吧 那这个网卡 对吧 在被生产出来的时候 咱们的网卡的制造商 对吧 我会给这个网卡分配一个MAC地址 那这个MAC地址呢 咱们为了保证全球唯一啊 你不能乱分配 咱们就要购买 找谁买呢 找这个标准化组织啊 这个标准化组织叫IANA 那由于IANA呢 在卖地址的时候 咱们是一段一段卖的 你不能一个个买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MAC地址呢 咱们一般 对吧 被分为两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是前24位啊 咱们整个地址48位啊 表示的时候 一般是这么表示的啊 用16进制数啊 分为三段 每段4位16进制数 这是思科的表方式 华为的话 这样呢 分为六段 每段是两位16进制数啊 段和段之间呢 咱们使用这个横道 来分割 一个16进制数啊 代表4比特 对吧 那咱们这个MAC地址48位嘛 一共是由12位 16进制数啊 来组成的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MAC地址 咱们在表示的时候 请注意啊 它有两个部分啊 前24位啊 前24位咱们称为叫OUI 这个叫组织唯一标识符 这个叫组织唯一标识符 它是用来标识一个厂商的啊 因为你厂商在购买MAC地址的时候 咱们得要一段段买嘛 对吧 一买就是买前24位 好吧 咱们一买就是买前24位啊 INN呢会给你确定什么啊 你前24位的值 你买回来之后就不能动了啊 然后加了后24位 你自由使用啊 你在生产网卡的时候 你来指定每一个网卡使用什么地址 对吧 这后24位 你可以随意改变 这就相当是你购买一段OUI啊 里面可用的地址 是2到24次方个 大概多少个呢 接近1700万啊 那这接近1700万的地址对于小厂商 足够了 绰绰有余啊 但是对于咱们大厂 像思科华为华三 这个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这些大厂 咱们在购买麦个地址的时候 你买会买很多段 然后现在在生产网卡的时候 对吧 无论是主机的啊 还是服务器的 还是咱们路由器交换机的 只要你这个接口需要麦个地址啊 你在生产网卡的同时 就要给它烧录个地址 这个地址一旦烧录进去了啊 你也不用改了 你用它就好了 对吧 因为它只需要保证在一个网络内为一样 所以说你在不同的网络之间 存在相同麦个地址的主机 其实是不要紧的啊 这个其实是不要紧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OK 并且这个麦个地址 对吧 咱们是 你们懂的 就是一般只用看一看啊 你不需要去改变 没有必要 好吧 没有必要 好 那这就是麦个地址特征 然后接下来咱们以太网规定了 你在以太网环境中发送一个数据 对吧 由于是个MA网络嘛 你发送数据的主机 必须得告诉交换机啊 数据是由你发的 对吧 是由谁收 所以说咱们这个以太网的帧头啊 对吧 得要携带一个目的MAX和一个原MAX 好吧 那这个目的MAX和原MAX谁先携带呢 目的MAX先携带啊 目的MAX地址写在前面啊 原MAX地址写在后面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字段 就要看情况了 看你这是一个以太网2的帧头 还是一个8列2.3的帧头 如果你是一个以太网2的帧头啊 咱们第三个字段叫两个字节的类型字 如果你是一个8列2.3的帧头啊 它就是一个叫做长度的字段 长度的字段用来描述 去掉帧头帧尾之后啊 我们中间所封装的这个数据包 有多少字节 好吧 那当然由于咱们以太网有一个 有一个叫什么啊 有一个叫做MTO的概念啊 这个叫最大传输单元啊 叫最大传输单元 这个最大传输单元限制了 咱们通过以太网包送数据的 这么一个最大纸份 那这个最大传输单元 对于咱们常规的以太网而言啊 它默认值是1500字节 对吧 这1500字节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去掉帧头帧尾之后啊 我们中间的三层数据包 不能超过1500字节 可以吧 那所以说了 你如果是一个8列2.3的帧啊 你的长度字段 对不对 描述的是去掉帧头帧尾之后啊 我们的三层数据包 最长多长 对吧 那它不会超过1500 而如果说你是个类型字段 这个类型字段有什么用呢 这个类型字段用来描述啊 你这个数据帧 对吧 去掉帧头帧尾之后 你不是剩下一个数据包吗 你的数据包 我们的抱头2 是使用的一个协议的 对吧 你如果说用IPv4 咱们的值是0x 0800 你如果用IPv6 咱们是0x 0806 如果说你是86DD啊 IPv6是86DD 如果你是个ARP的话 咱们是0x 0806 如果说你是MPOS啊 它是0x对吧 它是0x8847和0x8848 对吧 这就是说你只要看这个类型字段的值 你就算不去掉咱们的二层针头啊 你也能够在对吧 不去掉针头的情况下 了解到咱们这个数据包 对吧 它的这个抱头2 所使用的这么一个协议 好吧 你想要知道咱们的抱头2 所使用的协议啊 你只要看这个类型字段值 就OK了 好吧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封装 那当然大家可能会问 那为什么要 你一个协议里面搞两种封装啊 那这个说来话吵 这个说来话吵 你们想听这故事吗 因为你们想听 所以说我不想跟你们讲啊 你们想听我就不跟你们讲啊 我今天嗓子太累了 不讲 下午讲了两个小时的面试 可累死了 哎呀 我们来日方长啊 兄弟们 这是一个体验课 对不对 是吧 体验一下 知道咱们讲的牛逼就好了 想要学的好 想要做一个年薪30万以上的网工 来参加咱们的全战工程师课程 好吗 OK 好了 反正总而言之 大家记住啊 你在以太网环境中 你要添加一个以太网的针头 你要添加一个FCS针尾 好吧 这个针尾 哎 用来就是让接收者主机啊 以及咱们的接入层的设备啊 了解到你信源发送的数据啊 在传递过程中 有没有篡改 对吧 有没有就是冲突吗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针头的目的麦克地址用来描述啊 这个真是发给谁的啊 原麦克地址用来描述真是由谁发的 那当然它只能够标识网络内的这么一个节点 对吧 无论你是一个网络内通信还是个网络间通信啊 原目麦克地址都是网络内的两个节点地址 对吧 如果说你是网络内通信 你们两个主机在同一个网络内啊 哎 咱们俩通信 原麦克是发送者对吧 目的麦克接收者 那如果说你是网络间通信 对吧 那咱们原麦克发送者啊 目的麦克是网关接口的麦克地址 好吧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既然咱们人也更加关心通信对方的IP 应用也是这样的 咱们计算机也是这样的 那是否可以理解为 A想跟B通信 我只要知道B的IP就够了 答案还真是这样的 你想跟B通信 你只需要知道B的IP 那你只知道B的IP 不知道B的Mac 那咱们怎么封装数据啊 假设A跟B在同一个网络啊 我知道你B的IP 不知道你B的Mac 我怎么成真 我连真都成不了 怎么给你发 发不了 咱们还怎么偷 对吧 那虽说这块在以太尔环境中啊 咱们配合IPV字协议 有一个辅助性的协议存在了 这个协议咱们称为叫ARP 好吧 第一节课第二节课 咱们都讲过啊 这个叫地址解析协议啊 叫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那这个地址解析协议 专门在以太尔环境中工作啊 你其他的局网协议 咱们不用它啊 只有以太网用 并且只有IPV字用啊 这个协议的作用很简单 就是当信员要跟 对吧 接收者通信的时候 信员知道接收者的什么 知道接收者的IP 但不知道接收者的Mac 对吧 我就要通过ARP啊 来做一个解析 好吧 什么解析啊 给你发送一个ARP的请求嘛 我这个请求是以广播形式来发的啊 对不对 我以广播形式来发 请求报文里面包含四个字段啊 分别是请求者IP 请求者Mac 就是我自己的IP跟Mac啊 我自己肯定知道 然后还会包含被请求者的IP 跟被请求者的Mac 那当然被请求者的IP我也知道 就是你的IP嘛 而被请求者的Mac的话 对吧 我由于不知道嘛 我会设置为全灵 那废话 当然我如果知道的话 还发啥请求啊 我直接用就好了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 我才要请求嘛 对不对 我如果说知道的话 我还请求啥 根本不需要 能理解吧 那接下来这个ARP请求怎么发呢 以广播形式来发 好吧 我也说过广播是一种很厉害的报文啊 我一个信员发送一股广播流量 谁能收到 跟我在同一个网络内的所有人都能收到啊 因为这个广播太厉害了 它的目的地址 对吧 它的目的卖地址啊 全F 好吧 全F 好吧 它的目的卖地址 全F OK吧 这是一个广播报文 广播报文注定就是发送给网络内的所有人的 能理解吧 所以说了 你主机A发送的广播ARP请求啊 该网络内所有其他人 包括B啊 他们都能收到 那当然除了B以外 其他人收到这个请求没有用呢 你说它有用也没用啊 你说它没用 它也有用 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被请求者 他们不用给你A做任何的应答 对吧 但是呢 虽然他们不是被请求者啊 他们收到了A的ARP请求 由于里面携带了A的IP到麦克音社 对吧 那他们就会借这个IP到麦克音社 来形成关于A的ARP表象 好吧 这个ARP表象就记录你的A的IP和A的麦克 对吧 我们知道A的IP到麦克音社 今后我们要给A通信啊 我们就不用再去发ARP请求 来解写A的地址了 咱们直接用A的映射来发就好了 那当然这种动态形成的ARP映射 对吧 它是有老化计时器的啊 不同的系统不一样 对吧 在计时器到期之前 我用着它给你发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既然主机B收到ARP请求也是一样的 我会先记录A的什么 IP到麦克音社 那当我记录完B之后 我就要给你A呢 做一个应答 那当然我给你做应答是有理由的 我收到ARP请求嘛 我能看到被请求者IP就是我的IP 对吧 被请求者是我啊 那我自然而然要给你回复嘛 对不对 那怎么给你回复啊 我要给你发送一个ARP的应答 这个应答我来问大家啊 你觉得我该以什么形式来发 我该以什么形式来发 ARP应答该以什么形式来发 还以广播来发吗 不用了 我可以单播来发了 因为这个时候主机B知道主机A的IP到麦克音社嘛 我都知道你的麦克地址了 我有能力给你发送单播针啊 所以说了 我就以单播形式啊 来给你发送一个ARP的应答 这个ARP怎么发送的 这么发的 你ARP这个协议 产生的包围 在和吗 前面封装以探网2的针头啊 后面封装FCS 这就是一个ARP包围 请求应答的封装都一样啊 请求以果播发 应答以单播发 那当然这个应答中怎么样 会包含B的IP到麦克音社啊 会包含什么啊 对吧 请求者的IP到麦克音社啊 那咱们以单播的形式把应答发送给A 对吧 A得知了B的麦克地址 对吧 绑定了啊 A知道了B的麦克地址 绑定了B的ARP表项 那今后A跟B之间就可以通信了 那接下来在我们的以太网环境中啊 ARP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协议 ARP的表也是一张非常关键的表 那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你一个主机要通过以太网来发送数据啊 你主要成真嘛 你主要成真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获得什么 你要么通信对端的麦克地址 要么就是网关的麦克地址 对吧 那这块 你在发送数据给网络内的主机的时候 你在发送数据给网络内主机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网络内主机的IP 对吧 你要根据网络内主机的IP啊 来看我的ARP表 看一下有没有它的ARP映射 对吧 如果有 直接使用 如果没有 就要做解析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要通信的对象 跟你不在同一个网络啊 你就要看网关的麦克地址 对吧 你就要看你有没有网关的麦克地址 如果有 对吧 你就解析 那如果没有的话 对吧 如果有你就直接使用啊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要通过ARP来做解析 那总而言之就是 你在发送真的时候 必须要携带一个目的麦克地址 对吧 这个目的麦克地址 你就要通过什么 ARP表吗 来确定 好吧 你就要通过ARP表来确定 如果有对应的表象 对吧 你就用 如果没有对应的表象 对吧 你就要去解析 OK吗 好 OK 这就是它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吧 这是它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 都能看懂吗 都能看懂啊 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数据电动层 数据电动层 跟大家说一下 对吧 咱们形成了数据帧 这个数据帧的里面 二层的爆头啊 包含了原木二层地址 通常是原木麦克地址 这个地址 对吧 咱们交换机能看得懂 无论你是要把帧发给网络那一个主机 还是要把帧发给网关 对吧 咱们交换机都能帮你转发 然后接下来包含了原木三层地址 给录录器看的 用来做网络间通行 然后接下来包含了原木端口 用来给接收者主机看的 对吧 让他知道数据是要交给他的哪个应用 那这个时候咱们包含了三层爆头 还有个爆尾 对吧 里面的信息啊 已经足够充分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 对吧 咱们数据帧啊 就可以被发送了 不需要再添加任何其他的额外信息了 那这个时候 哎 我形成了数据真 我能直接发送吗 不行啊 因为计算机只能识别比特 你要发送任何东西 咱们只能以比特的形式啊 来发 能理解吧 咱们只能以比特的形式来发 那所以说了 数据真要交给物理层来处理 物理层会把数据真形成比特流 然后再把比特流怎么样 转换成咱们的脉冲信号对吧 以电流或者光的形式 通过咱们的接口 通过咱们的介质来发送口 所以你要说物理层包含什么东西啊 就是包含各种各样的接口 包含各种各样的线来 包含咱们一些波形结构 对吧 因为咱们通过电来发送数据啊 咱们发的是电信号码 这个是方波 电磁波 方波 这个方波 咱们讲究一个高低电频 对吧 高电频代表1 低电频代表1 代表0啊 那这块高低电频到底是什么样的电压 对吧 高低电频之间的这么一个波形结构是什么样的 咱们是由波形编码来决定的 这种波形编码 如果说你们对吧 学过这个 学过这个就是数字电路啊 对吧 你们在学数电的时候 就会研究到像什么曼彻斯特马 什么四维五电瓶脉称扶植调制啊 对吧 这些都是物理层的这么一个概念 好吧 那接下来物理层如果说你要包含什么设备啊 那包含的就是极限器 好吧 那这边的话你看 我们在物理层所涉及到的是什么 双脚线 还有双脚线的接口 对吧 这个叫RJ45接口 对不对 咱们有光纤 对吧 还有光模块 对吧 那当然说一下光纤里面咱们传光怎么传啊 是利用这个全反射啊 好吧 利用光的全反射来传递的 对吧 那这是光纤 那光纤呢 咱们一般一下就两根啊 一根发一根收嘛 这是单弓的啊 双脚线 双弓的啊 所以说咱们连一根够了 通过这根线 咱们既能发又能收 对吧 那这两个都是以碳网线啊 然后接下来咱们广于网线就是这个啊 传说中的串口线 好吧 串口线就是一个统成啊 它有很多种类型 对吧 V.24啊 V.35啊 对吧 你会发现两端接口不一样啊 一端为DTE 一端为DCE 这个DTE端一般是连接路由器的啊 然后接下来DCE端是连接咱们运营商设备的啊 早期咱们办理这个电信宽带啊 对吧 企业宽带 咱们一般的边界就是台路由器啊 咱们通过SERA线啊 来连接咱们的运营商 好吧 咱们通过SERA线连接运营商 路由器连接这一端啊 是比较细的这一套啊 运营商这边的话比较粗这一套 那当然咱们不用再有这么多细节 对吧 然后接下来如果说你要觉得有限麻烦 你可以通过无限嘛 对吧 那手机啊 平板电脑啊 笔记本啊 那种之类的啊 咱们通过无线信号 对吧 关联到咱们的无线路由器嘛 其实叫AP啊 那通过无线路由器的关联 对吧 来成功的说话数据 好吧 物理层就讲究这些东西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端道端通信过程啊 比如举个例子啊 咱们有一个主机 打开了浏览器啊 我想通过浏览器来访问什么啊 华为的官网 那我在地址栏里面怎么样 输入3w.w.com 那当然这个华为.com的话叫什么呢 这个叫域名啊 对吧 我其实是要访问他和华为服务器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请求什么 DS服务器 叫域名解析服务服务器啊 我要问DS服务器 3w.w.com这个域名啊 对应的服务器的IP地址多少 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DS服务器呢 给我做了一个解析 告诉我这个华为.com这个域名啊 对应的IP地址 那当我得知了他对应的IP地址之后 怎么样 我就是开始封装我的数据啊 我的浏览器称的这个数据载盒 对吧 选择了TCP啊 作为传输层的这么一个爆头 对吧 然后封装了咱们的爆头1嘛 这就是数据段啊 叫数据段 数据段交给咱们网络层的IP协议啊 IP协议在数据段的前面 添加一个爆头2吧 网络层的爆头 这就变成什么数据包 然后接下来数据包交给了咱们的以太网来处理啊 以太网在数据包的前面添加了一个以太网2的针头 后面添加一个FCS 形成数据帧 然后接下来数据帧怎么样 交给咱们的物理层协议来处理啊 物理层的协议办的数据帧转换成比特流 然后再把比特流怎么样 转换成光信号或者电信号啊 通过咱们的借口发走 发给咱们的戒指 可以吧 WiFi是什么波 WiFi是电磁波啊 是原波 好吧 它是原波 OK 然后接下来这块的话呢 咱们发送走的数据啊 到达交换机 交换机针对数据 它只会先看真尾 确定这个数据是否完整啊 数据完整就看针头嘛 根据原麦地址 看一下数据是谁发的 收谁收 然后接下来数据到达网关路由器 网关路由器为了帮你转发数据啊 它得看三层爆头的目的IP 当然看目的IP的前提是 我得能看到三层爆头 对吧 我得去掉针头真尾 去掉针头真尾的前提是 我要认为数据发给自己的 对吧 什么时候我会认为数据发给自己的啊 当我收到这个真的目的麦地址 跟我接收接口麦地址一致的时候 我才会认为真是发给自己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认为真是发给自己之后啊 去掉针头真尾 针对三层爆头目的IP 查路由表 对吧 来确定这个服务器在哪儿啊 根据去往服务器的最优路径啊 来给你做个转发 然后最终的这个数据到达服务器 而服务器收到数据之后怎么样 他关心的是能载核啊 所以说收到数据之后啊 先是收到比特流 还原成什么 数据帧 一看目的麦地址发现 我就是接收者 倒会去掉针头真尾 查看网络层 查看网络层的爆头的目的IP 发现我就是接收者啊 去掉咱们的数据包的包头 对吧 变成数据段 在数据段的环节中 我看四层爆头 也就是咱们爆头一的 爆头一的目的端口号 通过查看目的端口号 确定我本机该有哪个应用来接收你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爆头一也给去掉 然后接下来 把我们这些数据分片啊 重组成数据流 再交给咱们的应用来处理 这就是端到端通信的这么一个流程 哎呀 不容易啊 好 刚才我发现有人来问我一个问题啊 不知道问问题还在不在啊 他问我数据泛红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数据泛红的话叫plody 叫plody 这个叫数据泛红啊 数据泛红是一种数据转发形式啊 就比如说以交换机为例啊 你交换机收到一个数据帧 你要看看什么啊 他的目的卖地址啊 看一下他去往哪里 然后你要查张表 这张表咱们称为叫看目表 这张表是交换机的绝招啊 交换机基于这张看目表 能够知道在一个网络内 咱们有多少主机 这些主机的卖地址多少 并且这些主机啊 连在他哪个结构之上啊 这些信息会以表象的形式啊 添加到他的看表里 每一个看表象都包含三个要素啊 分别是主机的卖地址啊 主机的卖地址 然后接下来主机连接他的连接接口 好吧 以及这个接口所属为赖 这三项信息啊 做一个绑定啊 形成一个看表象 可以吧 看表象记录了咱们网络的连接信息 那你接下来交换机收到一个帧 你就要基于他的目的卖地址啊 来查这个表 看一下接收者 我知不知道在哪里 如果知道在哪里 我就给你做什么 兴趣转发 那当然有可能会丢弃啊 然后接下来如果不知道你在哪里 那我就只能以泛红方式啊 来给你做一个数据全罚 什么叫泛红呢 就是把我通过一个接口收到的针啊 拷费成多费 然后呢 把这些针通过什么 所有其他接口 就是除了接收这个针的以外的 其他接口 每个接口一份的发送走 这个就叫数据泛红 好吧 数据泛红的前提是交换机收到一个针啊 不知道该如何转发 对吧 因为接收者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好吧 我不知道如何转发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什么 全罚 数据泛红就是全罚 好吧 将收到的针 对吧 拷费成多份嘛 拷费成多份 然后接下来通过除了接收接口以外的 对吧 以外的 所有其他接口 每个接口一份的发送走 好吧 这个就叫数据全罚 交换机会丢气啊 也会丢气 对 咱们傻傻的交换机 可垃圾了 问题特别多 啊 问题特别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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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不是广播啊 你千万不要把泛红理解为广播啊 广播是一种流量类型 泛红是一种转发机制 能理解吗 广播是一种流量类型 泛红是一种转发机制 这是两把试 好 问一下大家 今天这节课 能听懂吗 知道OSI是怎么回事了吧 啊 知道TCPIP是咋回事了吧 啊 知道传输层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干嘛用了吧 是吧 知道封装的来龙去脉了吧 哎 这就是咱们课程的牛逼之处啊 我来告诉你们啊 你们听大学老师讲这节课 估计要讲一个学期 然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什么都听不懂 最后到期末考试的时候要抄 对吧 要突击 对不对 要作弊 是吧 没有用啊 那当然你们听其他机构的课 也应该差不多啊 不要小看这个NA的内容啊 即便这只是个NA的内容 想要去理解的话 很难啊 我的课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些 很枯燥 又很难懂这些东西 我有这个信心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的网工的话 来我们泰哥全战工程师是个起点啊 我来带大家斩获至少年轻三十万的工作 OK 概念真多 你要理解啊 你不理解的话怎么学习呢 怎么变强 好了 那这节课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哈哈 今天咱们到此为止 大家拜拜 泛黄和广播的区别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以后再说吧 好吧 大家拜拜